记者洪素金屏东报道,刘湘慈,小贤,杨晴主演TVBS首部自制八点档大戏女兵日记女力爆发,各自诠释女性从军背后的无奈与梦想,刘湘慈再次感谢自己的家庭能让她圆梦,即使为人妻,为人母,她还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,不用受到传统价值观束缚, 而在一旁的小贤频频点头,针对婚姻这块她有感而发,直言结了婚不是婚前的自己,刘湘慈这次三度入伍,升官成连掌,其实在街拍这档戏时,刘湘慈忐忑自己能比新兵更好吗?认为外界一定会拿来比较,但是没拍更好为何还要拍? 最后刘湘慈决心接受挑战,也感谢家庭是她最强大的后盾,说到军事化,刘湘慈坦言自己真的在当兵,连回家对小孩也不小心实施军事化教育,叫小孩喝水时进入戏喊喝水,喝水,喝水,50cc,喝水。 一旁的老公只能傻言以对,而小贤这次为戏落发抛开过去,在剧中饰演失婚妇女为家几当兵,小贤看到角色感触良多,当刘湘慈提到婚姻时,小贤打句说不要再说了,更感叹结了婚不是婚前的自己,这出戏是她婚变后第一个工作,她感恩在感恩表示, 没想过还有人会找我演戏,被问及结婚后就推掉戏约吗? 小贤感叹自断后路,当时拍吻戏觉得自己无法,从此再也没有戏找上门了,这次有这机会一定会好好把握, TVBS八点档新戏女兵日记预计暑假上档,今主要演员刘湘慈,小贤,杨晴,罗平,陈千文等人演绎不一样的军旅生活 小贤拍女兵重获新生 TVBS提供,刘湘慈感谢老公支持圆梦 TVBS提供,女兵日记杨晴,左起,刘湘慈,小贤比赛服得挺身 TVBS提供,女兵日记刘湘慈,中,比赛获胜获班最强女力之心带,左为杨晴,右为小贤 TVBS提供